來關心意外的消息 今天凌晨一點多 台鐵一班從太馬里 往資本方向行駛的普悠瑪號 發生撞到人的意外 根據火車駕駛員的說法 當時看到一名男子站在鐵軌旁 不過看到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煞車 隨即就撞到這名男子 人就這樣喷飛到路旁的樹叢裡 醫護趕到現場 發現男子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詳細身份還有原因 還要再進一步調查 台鐵南回鐵路 台東大午站到隆溪站間 昨天是發生電車線掉落 而無法供電的情況 總共影響了十七列次 旅客一千五百八十一人 其中一列三二七車次的普悠瑪號 也受到影響 比預定時間晚出發 就在今天凌晨一點多 行駛到太馬里南坑斷石 發生了撞人事故 由於事故地點偏僻 這名男子身上也沒有發現 任何的身份證明文件 因此鐵路警察也將在調查 男子的身份及出現在鐵軌旁的原因 鐵路則在今天凌晨四點左右 恢復通車 心理 指揮 導車 voluntary 感谢观看